大飛漢天下 今天錄節目錄得很害怕 因為一次過錄了三個節目 星期四播了 希望錄到兩節 因為我也有時間要趕 今晚飛機差不多要散水了 第一節 我出的時候應該 明天星期五 有個叫軍武器言的節目 就是關於北韓的 因為這幾天比較北韓熱門話題 那我就去韓國了 Alice就會說 另外那個節目就叫做 無極限地帶 我會將它正常化做三節 現在和它在商量 希望做到三節 因為我預計 每一個月有六十萬米打底 其實這個數字 我們很差的 我們二月份還有聯播的時候 和米米 一月份是二十一萬米 二月份是三十一萬米 二月份是三十一萬米 到三月份 和米米沒有聯播了 下半個月就四十萬米 四月份是六十萬米 現在今天錄音的時候 是五十五月 七日來的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就十二萬米 未計累積數 我希望每一個星期 都能夠有十五萬米 因為其他新節目 好像加底療傷 因為它 我相信是做得到成績的 即是有些質素的節目 它會 但是因為 有些預計不到 錄不到第二輯 所以本身這個星期 就沒有播到 下個星期的事 那就陸續來 如果有些人 有些興趣做 我們多了一個 叫健康解碼的節目 應該在五月八日出的 就連大匪雙圈一起出 再下個星期 就正常將它獨立了 就是兩個節目 不是我講的 第一集 就我拉住 後來就有另外一些人講 就講一些健康食品 還有怎樣吃法 怎樣為之最好 還有很多訪問 第一集 下一集可能是徐化譜 或者有些錄音 放出來 會不停地做 我們預算每天 有三個小時的節目出 每一晚 我們現在一直在計算 希望在六月份會做到 因為現在實際上 我大匪變了大匪台 我就變了索羅B 和這個 維文娜 是不是有這麼多話說 喂 單獨不停地說 不如割開它 一個禮拜 每天做半個小時 當啤梨晚步做都可以 反而更實際 因為講時事 就不用說 有沒有話說 講講大匪安天娜 台務講了 我們五月十六日可能會搬 到五月尾就搞開放日 然後有些特定節目 大家如果想來看錄音 認識一些節目主持 到時可能報名 就特定一日 每一個節目一日 有些節目可能會改形式 因為拍拍拍主持 主持 主要Albert 他去了 是不是馬來西亞 對 好像去了馬來西亞 拍這個 拍這個 Fox的預告片 另外 另外 國旅遊節目Soku 可能我會給他意見 看看怎樣改形式 希望可以刺激一些收視 因為他有料有心做 我們都不想輕易放過了節目 但我們想收視要好些 我們要轉一轉形式 另外Albert回來 我會檢討一下 因為Albert想講戲 看拍誰做 希望不是我 因為 真的有沒有這麼多話要講 這樣講 其實出了 因為陸罐頭 這一節先講了香港 梁振英八面威風 天天下街出巡 今天在大埔出現 情願有些人罵他 有個女士衝過去 兜口兜面罵他 他還可以小時候 第一 證明這個人面皮幾尺厚 第二 他已經不介意 因為他知道要下台了 既然都不做了 還有什麼 以後又不用面對你們了 出到來 就被你打兩句 證明我大方 我親民 現在開始做租 以前 遊行示威 因為現在遊行示威的重點對手 不在梁振英那裡 因為你們以前去找到梁振英 你說梁振英下台 那梁振英都下台了 還有一個多月了 你們不會倒截他 最多被普通小市民打兩句 他就不介意 因為你們的矛頭已經放在林鄭裡 這個才是事實 第二 所有的現在大陸對香港做的事不好的話 根據 根據這個 反南風 吹上去 然後被人打兩句 然後 不是啊 這個是廣東省的說法 這個人一輩子沒有厲害 挑撥離間最厲害 這個才是事實來的 所以我都說了 做任何事 在梁振英手上 都比較千奇百怪一些 希望大家接受到 接受到 另外那幫林鄭 那些人說她早班困難 什麼什麼什麼 當然不困難 她現在又傳她 不要中聯辦的人 因為她不想有太上昂 她不停要換些人 放了風聲出來 所以 林鄭不是梁振英的2.0 她就是不想做2.0 她要做林鄭的1.0 所以她在做一些事情去拒絕她 跟著說 如果給她做特首 我就要說 人性化些 說人意 什麼什麼 不停地說 說人情味 是不是 要告訴別人 我跟她不同 然後很多首 未來會推出很多的利民政策 去鞏固她這一套 我不是說過的 大把公務員 排隊等上位的 她就開始用公務員 最近 近期胡鴻玉又跑出來了 你說你有胡鴻玉的 平機會接到人 起碼都依然做過 有胡鴻玉再跳出來 可能政府其他職位 是不是 好像最近 她那個特首辦 又提升了一個人上來了 在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那裡 又執取過上來了 紀律部隊的 她不停在這裏做 怎麼會沒有人呢 商家佬一定來的 因為先收三日豐 土地規劃行政會成員 立法局 你一早知道 怎麼會對你沒有好處 有錢人財團 千方百計都要放人進來 怎麼會早班困難 因為她不是梁振英 因為梁振英 那時候做得太爛了 有欲無榮 現在她再來 她故意將事情淡化了 即使她現在這幾天 她沒有能力 好像看長洲飄飾那樣 三個人扮林鄭 她都不介意 走去嘻哈 是不是 她現在整個香港 最希望修補撕裂 本身就是曾才爺的 但是曾才爺 爺爺看你不信超 不信任你 你起了身 沒有了 到林鄭下來 人很簡單 推而求其次 將她希望放在林鄭上 所以那時候說 林鄭當選很嚴重 很嚴重 整個社會的聲音 所有的時事評論員 大班 劉細良 包括我們 因為都是 因為做反對派 是不是 不管你真正是怎樣 我先 推死了你 因為我們一定要反抗 想辦法 造成一個既定印象 既定事實 那你才可以做 不是所謂的 現在的特別激進派 派 他們所做的事 所以我們過了 但是他真的不是 梁振英的2.0 他是有分別的 現在他就一樣打和界派 你說不是 他抓很多人 還抓 抓人 這些髒髒的東西 洗太平地 梁振英 到時他上台的時候 他一舉都沒有提過 到時上台後 算了 你們說要有利益 現在就公開了利益給你 誰知公開利益 啟得起這個運動城 逢是有落標 落選的都補回6千萬 商界大把利益 原來落標不中 那6千萬收回 有沒有這麼荒謬的事 就是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今天我看報紙就是了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香港人每人派6千元 不肯給 現在6千萬元兜兜 一個兩個 如果有四個一起落標 兩億四就給你了 我都說香港政府就是不欠錢 大陸都欠錢 香港政府一點錢都不欠 香港政府比大陸有錢很多 這條數是實數來的 所以林鄭沒有問題的 你們說要什麼 換一個名目給你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她換一個名目給你就可以了 所以梁振英不停搞她 每樣都說不肯 你說要放嗎 我不放 你說TSA我不管你 公民廣場我不答應 接著不停做這些 接著想說延續她的勢力 希望令你更難找人 做到你臭了 你林鄭臭了 接著你沒辦法 你埋不到班 你就找回我的人 找回中聯辦的人 但是我告訴你 你打錯如意算盤 不同了人 就是不同了 因為不是中聯辦給她上 是整個中央組合了給她上這次 她不是團結了中聯辦的人 她是團結了整個中央體系的人 大家都有人的時候 她就不是跟你中聯辦鬥 她不是中聯辦捧她上來 所以你們不要搞錯 她是不需要還債給你的人 因為你沒有給林鄭面面子 她是不用答應你的 答應你的人是她幕後的人 共產黨最厲害就是唯物辯政法 到時不讓你們咬我 你看到李嘉誠 你看到李嘉誠 你咬我 這件事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半月 以後我們香港人 不提的了 即是 網台的view 一樣 我們根正苗熊的芒果追擊手 講雙網分裂 我們有一個正統在 但是我們現在都不講了 近期的 CK 那個楊繼昌 不停地說 不停地去消費 為什麼 開飯 抽水 大家都 現在都是 因為要靠view吃飯 靠廣告吃飯 所以我呼籲大家一定要 聽完這個廣告 還有 講抽水最厲害的 都不是我這些人 近期那單抽水 真是厲害到不得了 怎麼知道抽水不得了呢 就是天地一號 其實呢 星期一 剛才錄已經講了 袁紅一千萬 找人打敗這個 徐曉冬 袁紅 我都說了 最厲害的了 我給我撿兩百萬 你找個人跟你打 你又八百萬 接著呢 你輸好不好 分了一千就行了 但是抽水都不厲害 誰為之不厲害呢 就都沒有陳氏太極第十二代傳人 這個人 姓黃的這個人 最厲害了 誰為之最厲害呢 太極有兩種 其實太極有三種 出來講 第一種是實戰的 實戰真的可以打的 一種是養生的 上次輸給你那個徐雷 可能實戰經驗不夠 所以他輸 說得很冠冕堂皇 但是話風一轉 抽水之能事 已經去達到這個 極無恥地步 怎樣叫極無恥地步呢 因為馬雲又獲太極 而馬雲的保鏢就是太極高手 徐曉冬就曾經宣佈挑戰他 跟著 這位姓黃的陳氏掌門人 又不知為何陳氏十二代掌門人姓黃 他就陳氏太極 那他就怎麼說呢 他說你知不知 為什麼馬雲做生意這麼出色 因為他學太極 他將太極的理論 灌輸了到阿里巴巴的企業裡面 所以現在他的企業的文化就是文太極 所以太極能文能武 無恥到這樣 真是大開眼界 這個世界真是 沒有最無恥 只有更無恥 那你都抽到水 厲害 所以我說 中國的功夫 真是千變萬化的理論 不要說任督二默 就是這個文太極 我真是一世人第一次聽 真是陳氏太極拳 高手 金拜夏峰 講一講 講回香港 近期都有些事情發生的 但如果我說 可能已經是明日黃花 但我都講大陸 講大陸才講還是香港才好 不如講香港 下次講大陸 因為很多閒話 閒話一句 但寫 caption就難寫了 因為沒有主題 唉 所以我都說 最近中國大陸 什麼都假 假到怎樣呢 在西安 有個新郎結婚 在大潤溫 大潤溫泉酒店擺酒 對 那些人經常說 浸溫泉 看看誰去不去 神隆說錯了 不是吳克劍 就是陳茂波 陳茂波 看他去不去 一次過僱傭了兩百名 五湖四海大學 學生 什麼人都有 就給錢八十多百元 那你來吃 來吃飯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說是我朋友 免費吃一餐 還有錢 延開六十席 全部都是 假人 老千最喜歡的 我帶一個港商來 帶一個香港的朋友 這個港商 我在香港有公司 全交給他 這些慣用伎倆 一樣去 新郎的父母 就沒有出現 女方 經常問你父母 什麼時候來 就快來的 那樣東西 總之 女方 就是女孩子 新娘 就不信 疑點多 然後就報警 接著就去到 派出所 就證明到 那兩百個 就是臨記 而 臨記 招來了 那個真真正正的 新郎的 老豆老母 出現了 就解釋了 就問 為什麼這樣 什麼什麼 就說了一大論 原來 那個男生就說 那個老豆老母 不贊成 不喜歡的女孩子 其實不是 是說到尾 就是因為她的新郎 借了女方 就是新娘 老豆錢 一百四十二萬人民幣 結婚 你們拍了三年多了 她說瑜伽似七 結婚 她推無可推的時候 就結婚 結婚呢 就造假 就找了 兩百人出來 是 希望呢 搞長大龍鳳 那一百四十二萬 我娶了你女兒 你不要追我啦 這樣都可以 那我所以說 在這個這樣的 就是我們看雨場片 永遠都是的 一九五幾年 一九六幾年 我們一開始 唉 在現今這個 人吃人的社會 百雲倉舊 什麼什麼 所有的香港電影 一說香港 那時候人浮於是 永遠都是這些開場拍的 所以真的很難說 所以大陸的東西 有些東西 我們真的不知道 好像有一部中國電影 叫一個 削子 那些叫做 池羹 那意思 就是吃東西池羹 那就講一個西北的老農民 那就很老實的 娶個老婆 又很老實 那有一天呢 他出街 就買餅吃 那就見了個傻仔 那就跟他黑食 那他呢 就 都好啦 做好心 撕了個餅 讓他吃 那傻仔呢 吃了個餅 就不走 死都跟著他 那他就走了 走了 那他整天都不停在那裏 不停在那裏 不停在捉住他老婆 不停在那裏 叫媽媽媽媽媽媽媽 那我傻仔不走 那他們兩個回家 他就死都跟著來 那夜晚 很冷 那怕他冷死了 那就突然開了門 就接了他 那就是在羊圈那裏 那裏 就在他那裏 就分了一晚 那跟著呢 那傻仔死都不走 那他就請他吃 請他陪他住 教他 各樣東西 當他家人那樣 但在這個時候呢 他都是好心的 就不停地四周圍 廉街招 廉街招之後 就希望呢 有他的親人找回他 那有一天呢 有個人 上門 男仔 就說我是這個傻仔的哥 我現在來領他走 那好吧 千多謝 萬多謝 那就送了那個傻仔走 那幾天 因為街招沒有臉 沒有甩 又有一個 自稱男女 一起來 就說是這個傻仔的哥 和這個阿嫂 就說要見那個傻仔 那沒有傻仔給你的了 那個傻仔都被人領走了 我還哪有傻仔啊 跟著那兩個 立刻23周圍 又哭打 又哭殺 又說你現在呢 不見了他的弟弟 又什麼 又什麼 跟著死死氣 你現在不見了我的弟弟 你要賠錢給我 那就死氣死氣 兩夫妻又走去 賠了些錢 跟著他們還說收了錢 然後又 你不要以為是宣訴 你不肯把弟弟給我 我說過幾天 我又來跟你算了 又過來拿錢 過了沒幾天 又有個駕駛電單車的男人 就說 我是這個傻仔的大哥 現在來領人 那既然都領了去了 還哪有人 跟著又哭打哭殺 跟著又賠錢 一天就是這樣 兩天就是這樣 到最後兩個 日頭就不敢在家 就出去了 晚上回到家 就吃了眼燈 因為怕人來找麻煩 一個老實人 就是傻仔 就找到一個傻仔 然後就交了給人 就被人當傻仔 這件事 在電影講 其實 令到很多香港人 或者大陸人 對大陸有戒心 都是因為這樣 因為你做好人 到最後就是做傻仔 所以 就有高慰言 有提理 八婆 在這裏講 血腐 益了那些有錢人 捐 你捐吧 有機會 你最好就不要不小心 炒車等血捐 然後血腐沒有血救你 你家人都千萬不要有事 你尊敬的教主 都要長命百歲 永遠不要輸血 不要換肝 看你大喝大吃到這樣 所以我說 有時候 做甚麼 大家想清楚 認為做得過 就做 大陸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這幾件 郭文貴也好 徐曉東也好 甚至剛才我講兩個故事 其實都講得動聽 因為有些人喜歡我講故事 沒有辦法 這個大陸社會 是真的這樣 所以 我都說 我們做人的眼光 放遠一點 因為我這幾天 我跟阿Ben聊天 阿Ben 阿Ben 就說我 就是做 做顧小培產品那個 他說我的人很執著 執著令到我的人 看東西的眼光不夠闊 我說不是 我接受別人的意見 別人罵我 我真的受得 他說不是 你對事情很執著 你認為要做的 或者你覺得那件事不對 你會出聲 但是你會令到你的門路會窄 你要想辦法 做回闊 令你的眼光會再闊 阿Ben 小我兩年 但實際上 他講的 我都覺得有道理 因為真的要聽 希望 每天做得好一點 這樣 這一節 講到這裡 下節再回來 拜拜 下節再回來 我會想到 你 做得好 我會想到 小培事 下節 李